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让你们渐渐别对着见不到大场面 看 这里就是油罐区 是不是超级大 每个油罐将近20米高 储存着5万方来自哈萨克斯坦的原油 我叫潘雪希 这是我英国硕士留学回来的第一份工作 毕业季时 我曾收到许多北上广深大厂的offer 直到看到了国家广网的招聘骑士 感受到年轻的央企新国家队的活力与魅力 他们说希望有想法的年轻人到阿拉山口这样的一线来 以年轻人的视角注入活力 现场设备运行良好 以表各项参数正常 第一次来山口 路过边防检查站 台子上写着亚欧枢柳 阿拉山口 一瞬间感觉一只脚踩在了祖国领土上 另一只脚已经横跨了亚欧大路一样 当时我就觉得 我来了一个很酷的地方 做了一个很酷的选择 在阿拉山口湿油站的工作 说起来简直燃爆了 中哈原油管道是我国第一条跨国原油管道 而阿拉山口湿油站就是该管道国内段的第一站 被誉为中国能源通道国门第一站 说起来在这儿工作 就是要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大动脉 但也是在这里 我的同事们日复一日地做着重复的小事 数十年无一日 这就是我们每日上楚棍巡检的日常工作 需要看一下岛经年线的完好 以及油罐有无剩油漏油的状态 包括刚才两位同事做的是一个监测 油罐零油量高度的作业 这些都是一些非常细微琐碎的小事 但真是这些琐碎的小事 保障了家家户户能源的安全 也包括我们国家的能源供给 这里的故事需要一个记录者 而我就成为了这个记录者 用我的镜头和文字 观察记录这只被誉为管网铁军的同事 让大家看见 在阿拉山口还有这么一群人 蛇小家 为大家 一扎根就是一二十年 做着了不起的事 王哥就是我的一个重点观察对象 他是我们这里的人型GPS 这是我写过的一篇关于王哥的小文章 王哥的主要工作是管道巡护 他基本上每天都是微信部署榜的榜首 在我们眼中 王哥的管道巡护是一种人型GPS 他凭借多年的工作经验 能够一眼找到来地管线在哪里 以及他的直径多少 拐角即将到来 他们刚来的时候 都特别年轻 都是高学的 又是九五户 我想他们来三口来工作 可能是图了个七千劫 因为三口这个地方风这么大 像小姑娘来的话 可能受不了这个地方的大风天气 但是经过大半年的接触 他们这些年轻人特别有想法 而且盖机十足 慢慢地也实行在这里面的工作 他们想沉下心地好好在这盖下去 在新疆生活有一个特别酷的福利 7点下班直到10点太阳才会栩栩落山 我们下班最开心的事 就是可以结伴去这里的CBD逛节约饭 这里就是山口最繁华的一个地方 也是在我们眼中的CBD 这里可以购物买水果 我们这代人大多都在追逐旷野 不追寻轨道 那何为旷野 我想带你去看看在这里工作最酷的事 一位工作了很久的老师傅告诉我 这个罐的视野非常好 有时候工作累了 就会上罐来看一看 你看 那片有大片的风车 往那个方向看 山云惠城一线的地方 国门就在那儿 这个大风头 祝大志向 做大贡献 国门就在这里搜尺 接下来看 我们在这儿来看 我们在那儿来看 这个大费缩 这就是科学的小费 真正在这儿 这就是科学的小费 那里面 你给我来看 是科学的小费